運輸署打擊違規用2元乘車優惠2個月以來 直至上星期五 有一宗華儀濫用個案交警方跟進 有立法會議員建議擴大執法權力 到刑犯雙側權加強巡查力度 運輸署6月底開始 聯同港鐵、巴士公司和外判保安員 在各國港鐵站、巴士和小巴站 抽查使用2元優惠的乘客 直至上星期五 一共查超過500條專型巴士、小巴 居民巴士路線和杜輪航線 接近大約3230個班次 查核了大約1780人 絕大部分首發合規使用2元優惠 但有一宗懷疑個案由警方跟進 另外港鐵6月底上條違規使用2元優惠 付交費到1000元後 這兩個月要交付交費的乘客 較上條前的一個月下降大約三成半 有立法會議員認為當局可以統一這類罰則 同一種性質 大家的差異會太大 現在只有港鐵職員獲付權 可以即時票控難用優惠的乘客 九巴、龍運和乘巴的車長 發現懷疑個案的時候 只可以要求對方出示身份證明文件 不合乎資格價就要給全額車費 小巴和杜倫等等就要交給警方跟進 小巴和杜倫等等就要交給警方跟進 不過他說小巴欠缺督道等的崗位 處方應該就實際情況再決定最合適的做法 無線電視記者吳家軒輝道